画面上是通往外木山风景区的基隆市文明路 在市政府携手各单位的努力改善下 墙面颜色成为一片海洋蓝 焕然一新 深获地方民众的肯定 大家的提议 然后我就在议会建议 那建议的时候 然后已经两年了 终于在谢市 谢市长的团队之下 然后完成 我觉得说真的 我觉得谢市团队的每一位 都非常的用心而且有效率 真的感谢他们 让我们有个优质的这个狼带 我们这个墙面呢 是用16种颜色不断的往上吸 吸到像现在这样子 看起来非常像海水的颜色 我们希望未来呢 除了有这样子一个单色 非常漂亮的墙面以外 也能够在上面加注一些海洋 异象的形象的一些标志 能够让人们知道说 我今天来到基隆 是一个代表海洋 共融的一个城市 市长谢果良和副市长邱佩玲 亲自参加这场 墙面美化工程的完工典礼 中山区民意代表与各里里长 也都到场共襄盛举 市长谢果良感谢副市长邱佩玲 协助引荐资源 结合产观学的力量来完成 也感谢中山区公所区长 率领同仁积极推动 共同来完成美丽的墙面 让地方景观亮起来 当时市长交代 所以我们就跟特立屋协作 特立屋找最好的立邦游戏 这个工程我觉得很感动是 他从8月18号就开始来现场看景 有两位文化大学景观学院的主任 跟波老师 他们特地根据这个 做了好多天的色卡 这个色卡不是一次就到位 是不断地修正在修正 才会有今天看到的成果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具体 产观学合作 将美感在基隆呈现的 很好的例子 其实我真的觉得 我们中山区 是我们七个区里面 同时有山有海 最美最凸显的这个城市景观的一个区域 但然而我们还是有很多老旧的房子 老旧的建物 老旧的区域 有待于我们不认识更新也好 彩绘也好 所以我想今天除了谢谢特立屋 来跟大家一起来宣布这个事以外 我很希望未来能够跟我们 中山区的里长们来合作 那我们的桥梁就是许区长 哪些地方能把它弄得更漂亮 哪些地方能够弄得更干净 哪些地方该拆 应该要拆 还没有拆 我觉得我们都很乐意 积极地来做 市长谢国良说 未来会持续努力打造明亮干净的 基隆城市景观 提供外地游客和当地居民 有更好的居住和休闲环境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